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景气风向标,近年来的全球布局让它备受瞩目。 它在2015年宣布到中国南京设厂,2016年南京厂正式动工,2018年举行量产典礼。 时隔两年,台积电再度在2020年宣布将到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5奈米的12英寸先进产能厂房。 2021年又再宣布在日本,辞城县驻波市设立3DIC材料研发中心,同年10月宣布将在雄本设厂。 不过,台积电在2022年二度下修齐资本支出规模后, 2023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呈市场关注的一大焦点。 根据IC Insights的预测,2023年全球半导体产业资本支出将下降19%至1466亿美元。 IC Insights强调,2023年半导体产业资本支出金额将较2022年下降19%, 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最大降幅。 就在台积电上级再度调降资本支出至360亿美元后, 当时外资预估台积电2023年资本支出金额可能将进一步缩减至320亿至300亿美元。 不过,2022年12月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遗迹典礼上, 又宣布将美国5奈米晶圆厂升级为4奈米, 同时在美国再建一座3奈米晶圆厂。 业内人士也透露,台积电预计在今年宣布其德国建厂计划, 其资本支出计划走向无疑将是1月中旬, 法说会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业界传出消息称, 前一季法说会才刚刚下修40亿美元资本支出的台积电, 因台湾及海外工厂的扩产, 2023年资本支出或将增长至400亿美元, 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台积电2023年的资本支出计划可能受到, 台湾先进制成布局以及海外产能布局的带动下, 调升至381至390亿美元的规模。 此外,金融时报,Likes专栏点评, 台积电在新的一年除了面临半导体景气循环或全球经济低迷的挑战外, 还需打赢先进晶片技术级人才战。 据报道,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 去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年。 在他接任此职务四年来, 这家台湾晶片制造商叠创记录, 在此期间,台积电的股价翻涨一倍。 但该专栏提醒,在进入艰困的2023年之际, 台积电在新的一年需要有大胆的决心, 尤其不能在先进晶片技术级人才竞争这两方面松懈。 据悉,台积电过去2022年一整年销售一直很强劲, 屡屡刷新待约最高纪录。 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出口禁令, 为台积电争取到逾十年时间, 过去中国曾快速追赶并压低价格。 然而,晶片需求和价格对半导体景气循环, 或是全球经济低迷非常敏感, 是台积电在新的一年可能面临的主要挑战。 该专栏还认为,台积电的另一个问题来自内部, 那就是人才短缺问题。 如今,人才大战在全世界展开, 台湾的联发科和联电都计划在台湾雇佣数千名员工。 另一方面,总部位于美国的美光、英特尔和辉达, 以及荷兰的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也在台湾大量招聘, 这意味着台积电将需支付更高薪酬以防人才跳槽。 其还分析,半导体奈米竞争带来挑战更大。 三星电子和英特尔正在全力投入2奈米技术, 台积电刚开始量产3奈米晶片, 三星则已在去年7月开始出货。 在三星宣布量产3奈米GAA工艺半年之后, 2022年12月底,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正是在南部客序园区。 晶圆5-18厂新建工程基地举行了3奈米量产计扩厂典礼, 宣布其3奈米正式量产。 但是,台积电并未公布其3奈米的量率, 仅表示目前其3奈米量率与5奈米量产同期相当。 Business Next消息显示, 其根据专门从事半导体的分析师和专家估计, 目前台积电的3奈米量率可能低至60%至70%, 也可能高达75%至80%, 这对于刚刚量产的3奈米工艺来说是相当不错的。 与此同时,一名金融分析师表示, 台积电目前的3奈米量率与5奈米量率在其上升初期相似, 据媒体报道, 其量率可能高达80%。 相比之下, 此前的报道显示, 三星晶圆代工业务在3GAE早期阶段的, 3奈米的量率则只有10%至20%不等, 并且没有明显改善。 当然, 三星的3奈米是基于全新的GAA架构, 而台积电则依然是基于FinFET技术, 相比之下前者难度也相对更高。 虽然估计差异很大, 但台积电目前的N3量率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 专家表示不知道这个数据, 是否计算的是通过台积电Five18的商用晶圆的量率, 或者计算包含台积电客户各种IP的商用和测试晶圆的量率。 其次, 除了台积电及其客户之外, 目前没有人知道商用或测试晶圆的确切量率。 第三, 如果只考虑商用晶圆, 目前台积电的N3用于为早期采用者进行非常有限的设计, 尽管这是基于市场传闻。 需要指出的是, 台积电倾向于根据其最大的客户苹果公司, 和热衷于前沿节点的部分客户的要求, 来开发其领先的生产技术, 并且苹果根据台积电的能力量身定制其设计, 因此初始量率可能高达80%也就不足为奇了。 爆料显示, A17 Bionic以及苹果MR Pro和MR Max等晶片, 都是采用台积电3nm工艺。 但是, 对于为大众市场产品提供代工服务的3nm初始量率来说, 60%的量率可能并不高。 台积电表示, 其3nm制程技术效能、 功耗及面积、PPA, 及电晶体技术为业界最先进半导体逻辑制程技术, 是继5nm工艺N5制程节点后, 另一个全新世代制程。 相较N5制程节点, 3nm逻辑密度增加约60%, 或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0%至35%, 并支持创新的TSMC FinFlex架构。 无论如何, 由于台积电商业生产的N3设计数量难以预估, 并且与产量相关的数据是代工厂, 及其客户妥善保管的商业秘密, 外界无法对台积电N3的实际良率, 有多高或多低做出任何判断。 事实上, 出于同样的原因, 也很难将台积电的N3产量, 与三星代工早期阶段的3GAE产量进行比较。 此外, 苹果可能是唯一一家采用台积电N3制程技术的公司, 因为其他客户可能将使用具有记忆部改良后的N3E。 同时, 早期的N3量率可能不适用于N3E节点, 及其N3技术系列的其他节点, 这种工艺技术实际上是整个行业应该关心的事情, 因为它将被广泛使用。 现代半导体生产技术包含数千个工艺步骤, 取决于材料, 使用的晶圆厂设备工具, 工艺配方和许多其他因素。 因此, 可能有数千种方法可以提高或降低产量, 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个因素如何影响其他因素, 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原因。 由于台积电的N3及N3B, N3E, N3S, N3P和N3X是非常不同的制造技术, 早期的N3的高粮率, 对于其他N3系列节点是好兆头, 但它们并不能保证其他节点会同样成功。 无论如何, 对于台积电的主要客户苹果公司之外而言, 晶片产业几乎没有品牌忠诚度可言, 想在客户的供应商名单上维持第一名的地位, 要看谁能真正量产出货最先进的晶片, 而不是打嘴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